在这一次我们都知道 有一艘这个嘉年华旗下的一艘游轮 叫做钻石公主号 这个很多人都去追求这个公主啊 三千多人就登上了这条船 结果这个豪华游轮爆发了疫情 因为有一位80多岁的这个香港的先生 在那里引发了传染 于是的话呢 这个船上啊 这个被感染的人数是与日俱争啊 是 那么光是这个由着日本来报道的 这个感染的人数呢 就超过了600名 而且呢涵盖了十几个国家 是 包括300多位美国的游客 对 那美国做什么一个措施呢 首先美国呢 他就把这个派专机啊 他就把这些人 就从横滨港 对 就接来 同时 他派出一艘医疗船 是 这艘医疗船是7万吨的医疗船啊 是的 然后这次收的医疗船呢 实际上是 直接开到日本去 帮助他们 对 来隔离 收治这些感染的人群 是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相比之下 有20多名中国大陆的游客 是 还有几名是香港的游客 是 那他们做了什么呢 中国也没有听到说要撤侨 对不对 对 没有 然后这个香港那边 好像说是 出动了一辆这个bus 然后呢 要把他们接回去 然后呢 bus上面说 我们回家吧 可是呢 香港的这个网友就在评论说 这个听上去好像是这个送账的口号 说我们回家吧 对 那么 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就这件事来说 首先 美国有这么大的魄力 不仅出动了专机把这个 300多人 飞回美国 同时呢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有14例呢 已经是阳性了 对 他们就出动了一个 他们研制的一个 这种密封舱 放在了客机里面 这个画面上有 对 你看这个上面就是 在这个远处 有一个这个长方体的 就是一个密封舱 这个密封舱就是当年 对 美军为了 要来防治伊波拉的这个疫情啊 他们研制出来 怎么样能够从这个 疫情发生地 把美国军人安全的 隔离性的 把它带回来 那么他们就设计了 这样子的一个 密封舱 结果呢 这个密封舱这次碰到 发挥了作用 14位的这个阳性的 先飞到加州 是 在这个Travis空军基地 就是离我们不远了 然后呢 马上就飞到 奈布拉斯加 你看这奈布拉斯加 突然14例 是 在这个基布拉斯 两部圣诞的 这个美国中间 为什么会出现14例呢 就是这14例呢 直接就运到那边去了 对 然后呢 剩下人就在 一半在这个 Travis这个空军基地 观察 另一半呢 就飞到了德州的 斯坦安东尼奥的 那个空军基地 对 结果我们 昨天才知道 说就是在 Travis空军基地 所观察的 这个人当中呢 又发现了 一例 是阳性 现在正在 这个纳帕古的 这个皇后医院 在进行治疗 对 据说这件事情 引起这个国务院 跟CDC的一个矛盾 那美国当然 他们是CDC 跟国务院 是独立的 对 所以呢 CDC的出发点是说 哎呀 你就是在日本制 最好了 这样的话 美国的 风险会少很多 是的 但是美国政府的 出发点是 我自己的国民 他首先 从人权各个方面来讲 政府如果不做事情 是会被批评的 是的 所以他 他职责所在 美国的联邦政府 因为是选民选出来的 CDC 是任命处的 靠自己的专业 然后进入CDC工作 尽管都是政府 但是因为这样的 官员的来源不一样 那么所以他们 所代表的利益 当然就是不一样 不仅如此 因为美国的 整个的信息是透明的 是的 所以呢 国务院和CDC之间 他们观点不一致 马上媒体就报道 然后呢 CDC甚至说 你出的这个通告 不要放我的名字 把这个矛盾公开化 给所有的人知道 对 相比之下呢 中国也有CDC 中国也有CDC 但是呢 你就开始发现呢 这个在这之前呢 大家是口径是 都非常的统一 是的 没有人传人 对 可控可放 那么因此的话呢 这个事后 他们开始甩锅了 然后就开始说 这个不怪我 这个湖北 这个这些领导就说 是我没有得到允许 来透露 那这个 这个习近平马上说 我1月7号 就已经做出指示了 习近平那个讲话之后 我看微信圈里 大家发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 动画 那个动画 就是两个人 在互相甩那个锅 在用头顶着 他顶回去 他顶回去 Exactly 就是他发表这个讲话 那么现在的话呢 然后两边甩锅 都不接的话呢 怎么办呢 还有第三方 第三方就是中国的这个CDC 也就是以这个 叫做高福院士 为代表的 这个中国疾病防控中心 结果呢 大家就开始攻击他 说他要下台 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结果高福呢 又出来了 高福说 这个事情不赖我 因为呢 就在李文亮 12月30号 开始在微信上 来发这个帖子 我呢 也是在网上看到了 没有人告诉我 居然是 我是靠着网上 我才看到的 看到以后呢 我第一件事情 就打电话 给卫健委 国家卫健委 结果第二天呢 卫健委的领导 带着专家呢 就去了武汉 我自己没去武汉 我发表的文章呢 是武汉那边 提供给我的数据 我写了一个回顾性文章 投到了柳叶刀上去的 因此的话呢 并不是我瞒报 也并不是我知情不报 或者是迟报 那我实际上是第一个 最高层的吹哨人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体系里边 每个人从上到下 最高领导 到下面的CDC 到每个省的官员 市的官员 都在甩锅 这个如果说每个人都说 我做了 我应该做的 如果说都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可以原谅的话 那就是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了 早年我们出到海外来留学 将来总是有想说 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 那早年也有 美国也有很多的 就刚刚你说的 很想说跟中国接轨 那么中国也有这种 接轨的信念 那么于是在过去 我们都怀抱了这种理想 可是今天我们会发现 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这里住久了 我们往往发现 美国这个体系 正是像中国一样的 就会说 你们不要强压我这个体系 我们国情不一样 你真的承认这个国情不一样 你会发现 这个两个好像 鸡同鸭讲的系统 你已经没有办法 代表人对这种 两个不同系统 已经一种 你可以说失望也好 无奈也好 我觉得 不管你再怎么接轨 不管你叫的名字 都叫CDC一样 只是他们的工作方法 已经没有办法评判 他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个才是我觉得 目前最大的 对人来说 是最大的一种忍心 心忍了 有种这种感觉 那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腾讯 做的是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们这个 有这个微信群吗 是 微信群一旦 封群了以后 就会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 所有在海外的 如果他们自己的账户 没有被封的前提下 他们仍然可以在群里面发言 他们仍然可以看到 自己发的帖子 那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其他的这个同学呢 还是看到这帖子 但是国内的就看不到 腾讯已经为这个发了通知了 他说国外的叫WeChat 国内的叫微信 两个server是不一样 所以呢 一封群过以后呢 马上就把这个体系啊 分开了 那国内的呢 就再也看不到我们国外的这些同学发的帖子了 国外的呢 还在那里自娱自乐 好像自己在那里发 没有 后来我这个时间 我没有切身经历 我们大班同学 130个人 一个微信群 就前一阵子就被封 就是李文亮事件之后 马上就被封了 封了 我们就是你说的那两边切割 国内的人 你去发的话 你能看到你自己的信息在那里边显示 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看不到 所有人都看不到 他是fake 说你以为还在alive 但实际上没有 那国内的同学发的呢 你看得到吗 我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 所有人都看不到 所有人都看不到 他自己以为别人可以看得到 那在海外的同学互相是看得到的 是 所以就变成一个海外群了 所以人家说叫WeChat和微信 两个区别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同学又重新又建了一个群 大家又都进来了 基本上这个群主呢 为了防止大家的发言太有毒化的作用 又被封掉 所以每过一天的时间 就有一个人专门发出来 我们坚决拥护习主席 怎么怎么 坚决跟党走 有一个表情 就是一个飘洋的党旗 上面写的坚决跟党走 所以就是时不时的你就会发现 自我保护 就是发一些这个所谓正能量的帖子吧 就是能够充一下 有些不是正规的帖子 其实就是一个动画 但是我觉得很可悲 真的很可悲 走到这种地步真的很可悲 联想到就是我 就是国内的所谓正能量的报道 这个 我在年前的时候 我回了趟中国 我现在隔离期早过了 那回中国的时候 我有一天看了新闻联播 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 就是23号 就是那个习主席的团派会那天 那天实际上就是说 人家就开始 就是说你既然1月7号 你就已经发了史诗了 为什么到了1月23号 你团派会的时候 你什么也不说 关于这个事情什么也不报道 对 实际上那天的新闻我看了 因为我陪我父亲看电视 老年人没事干 就是晚上看电视 看完电视 三个 30分钟的节目 15分钟讲习近平 对 那基本上就是前面 他如果有一个叫新闻提要 那个播音员要讲新闻提要 连续讲了 就是前面15个 习近平如何如何 习近平如何 如果说你 你觉得 你如果不知道情况 从海外回去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播音员 有点犯了神经病了 但这确实是事实 然后另外花了一点点时间 是给了这个政治局的常委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领导很忙 对 然后人民群众生活很好 最后呢 就是海外一塌糊涂 No 海外没说一塌糊涂那时候 那时候是用了几个海外的国家领导人 第一个是可能有新西兰的总理 一个女总理 然后来祝贺中国新年 然后要颂扬一番这个中国如何取得 这个伟大的成就 反正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是中国的背景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呢这个只瞒不住火 一方面疫情爆发了 对 另外呢这个中国呢 真的是就是在这个全世界人民面前呢 都受到了歧视 你看像这个今天是在这个 Amazon上面就有人卖 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T恤 然后上面写的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也有人呢就开玩笑 你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把这次的冠状病毒呢 有了一个公开的命名 叫做COVID-19 COVID-19 COVID-19 结果呢有人就诠释了 C就是China O就是Outbreak 然后呢V就是Virus 然后呢E呢就是I 就是I就是In 然后D呢是December 然后后面是19 所以就是说 中国爆发的 在2019年12月的那个病毒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形式图 你就知道 就是真的是世界各地就一片红 对 那今天好像看到说 在伊朗有一个圣城叫做Kong 这个城呢 发现了有7例的这个病例 很诡异哦 对很诡异 因为你知道这个武汉人 不会跑去那个小地方去的 对不对 然后呢7例 同时呢有两例死亡 是 那我还看到呢 就是说的确 就是说今天呢 有一个中国人 他骑自行车 他沿着一带一路啊 骑自行车 是 就经过一个伊朗的一个港口 那个离他这个爆发的 那种圣城很远 对 叫阿巴斯港 阿巴斯港 结果呢 他就是旁边的路 路边的小贩呢 就冲着他喊 说 Chin Corona Chin就是Chinese的意思 对 没错 意思就是说 你们中国人病毒 中国人病毒 他气得要命 他要去跟他理论 他要去跟他理论 那么可是呢 那个女士呢 就是一个小摊贩嘛 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结果呢 等他走完 过以后呢 他又喊 所以根本就是 跟他斗得完 结果把他给气的 一个人坐在那个港边啊 一边喝的可乐 一边说 这个伊朗人民没数字啊 他们那么艰难的时候 都是中国去援助他们 你看 现在我们自己爆发了 这个疫情了过以后 他们就落井下石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是说 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 或多或少 我们都会 因为这个 有一些的影响 甚至是迫害 我们看到说 有人就是孩子 在学校里面受歧视 因为呢 父母亲逼着他们 要戴口罩 对 这个到学校去 你要戴口罩 万一被传染了 怎么办 好 他戴了口罩去学校呢 就被别的孩子歧视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当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最大的政治招牌 是 这也是最大的政治秀 我们在去年 还开过一次 一带一路的大会 那做得非常的风光 那么今天 coronavirus 已经有一点 就新冠 已经可能有人 就这样讲 说是一带一路 破产的最后一个 压死骆驼的稻草 是 那么伊朗正好 在一带一路这里 是 那么其实一带一路 是缩小版的全球化 那今天的全球化 因为这件事情 也有人这样讲 其实不光是一带一路 整个全球化 都可能被这个新冠 也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对 那么现在你看 全球化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受害者 疫情的受害者 然后一带一路 是受害者 中国经济是受害者 甚至是美中关系 是受害者 我们就中美的贸易协议 是受害者 可是我发现 我们得来点正能量 这样我们这个节目 才能结尾 我们终于找到了 在这次疫情当中 一个胜者 这个胜者是什么呢 就是中医 你没看到吗 你看 一开始 这个疫情爆发过以后 我们就是讲说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是可以来控制疫情的 有人说月饼也可以 双黄 当然 双黄连绒月饼 对没错 结果呢 这个你就看到 这个很多 包括什么 什么 有两个配方 一个是什么 清肺排骨汤 还有排毒汤 清肺排毒汤 还有一个是什么 正气什么汤 也推出来了 都是用来防治疫情的 那么 其实你知道 这都是国家 在拼命想要去 误导民众 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 临床的证据在那里 结果呢 这个民众不买账 就编了一个顺口六 顺口六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中西医结合 治成标本 哇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中医就是我们这次 能够看到的 唯一的一个胜者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 这样子的一种的 这个中医的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说 到什么时候 最后 能够正确的 来把这个事情澄清了 说 其实挽救 整个疫情的 还是这个人民的希望 叫什么 瑞德西伟 还是 我们这个老祖宗 几千年传下来的 这些的草样 那 就是要看 官方 怎么样来宣传了 说不定 为了 我们的这个 民族的 希望 我们的这个 国家的尊严 最后还是要宣布说 是靠老祖宗 传下来的 中医 中医帮我们 打赢了这场战争 除了中医之外 其实让我担心 那是口罩 其实如果说 美国 因为 现在来讲 就是说 这个WHO 实际上 他还不敢 declare 说我们已经人类 control了这个 新冠病毒了 甚至这个 谭德塞先生说呢 就是说 这个病毒 如何发展趋势 现在不明朗 那其实 如果美国有一天 如果要真的是 如果说 因为什么失控的话 恐怕美国说 连口罩都不够用 因为这个 inventory应该不够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个 就是说 我们叫做 不怕神对手 就怕苏队友 苏队友是谁呢 柬埔寨 你知道 有另外一艘 的游轮 叫Western 这艘游轮呢 在这个海上面 没有国家 要接受它 因为里面都是 这个新冠病毒 结果呢 柬埔寨在说 我们接待 他去了柬埔寨 过以后呢 没想到柬埔寨 根本不做 任何的测试 诊断 结果呢 把这群人 全部放下船 然后各归各家 然后充满整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还在拭目以待说 是不是因为柬埔寨的这个做法 让整个世界 所有防控的这个 就失控 其实现在我觉得 还有一个危险因素 是日本 日本其实除了这个 船上下船那些人 最早的日本呢 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是 怕干扰 然后带了八个人 然后现在不断在蔓延 其实日本 这个 他的自己的那个政府 已经宣布 他说基本上 看起来已经失控 连安倍 他们说都要隔离了 因为呢 这个出租车司机 接出了有一个女记者 那这个女记者呢 是常常跑去 访问安倍的 所以人家说啊 安倍是不是也要隔离了 是 那么 在这个情况下呢 伦敦 这个市长候选人呢 出来 就来 捣乱 说 你们日本 这次黄了吧 这个奥运会办不成了吧 我们伦敦 有设施 有经验 怎么样 今年的奥运会 就改在我们伦敦进行吧 趁火打结 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这就是另外的了 就是现在基本上 官方宣布 还是按照原计划举行 但是真的要看日本的情况 韩国也很糟糕啊 韩国现在在大丘 也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 所以呢 他们有一个教会 叫做新天地教会 实际上是个邪教 是个邪教 结果这个通过这个 他们的这个聚会呢 就是有一个 60多岁的一个妇女啊 就在那个教会里面 多次呢 就是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啊 然后跟人家握手啊 拥抱啊 现在已经 这个教会 已经有70多例了 哇 那么整个一个韩国 一下子跳到第二名吧 就是超过新加坡 已经变成了105例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看 所以你知道这种 猪队友真的是很多啊 那么就不怕一关就怕 万一你这个到时候 美国你怎么办 你现在中国来的人 你不能让他进来 你没有切断跟日本 你没有切断跟韩国 你没有切断跟柬埔寨 是 那到时候 真的是小心 病毒就在你身边 所以从这个医生来讲 这个这个 谭 总干事长谭德赛 他去就是没有那么多官的 这个这个想法也是对的 因为现在你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 control 因为在找到特效药 或者找到疫苗之前 基本上这种情况 你很难讲 对 在将来肯定是 全世界人民都在吃 双黄莲口服液 这个你们听说了吗 这个是加州 我们加州这个 这个是第一 第一例啊 在这个大麻的盛产的 这个北加州的 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县里面 就是红宝县 那么那边是 就是大麻之乡 然后现在发现第一例 那么 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是大概是最新的消息 是很新的消息 哦 这个还没知道呢 这个刚刚update上来 他以前都是跟武汉 有一些多多少少的联系 现在看起来有些案例 大概你也不知道他跟武汉 有没有直接联系 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个伊朗的案例 对 人家说跟武汉没什么关系 对 跟中国也没什么关系 对 目前伊朗还没有确定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新冠 还是别的病毒 那目前还没有确定 所以呢 他们武汉人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总结了一个教训 就是什么呢 在这疫情面前呢 人人平等 你看我们看到说 有这个院长死了 教授死了 他们还有什么导演死了 那这些都是中产阶级 中上 中上阶层的 照样是没办法 那么最重要最重要还是免疫力 一个是身体的免疫力 对吧 你能不能看过去 因为现在没有特效药 你就是靠自己扛 能够扛过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经济免疫力 你想想看 万一要你隔离 让你不上班 然后公司关闭 一个社会停摆 那你有多少存款 家里有多少的米面粮油 能够够你 能够挺过去 基本上现在武汉说是 现在基本上已经菜 有的买不到菜了 是 我朋友是买不到 他有拍出来的照片 可以看到 早上因为不敢去 因为大家都在 超市刚刚进货 就引起很多人的排队 可是现在武汉人 也是非常的害怕 到了下午再去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市面的供应 也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现在是各个社区 也有发挥很多的 互相互补的作用 很多年轻人 就是因为年纪大人 不敢出门 那么年轻的人轮流出门 那么他们去统一为邻居 为自己进行采购 那么但是整个市面 现在武汉确实有一点像 悲惨世界啊 这个确实我们在海外的 或者不在湖北省内的 真的不敢想象 那么你知道这个贵州 实际上捐赠给湖北 荆州市的这些的蔬菜 居然是烂在仓库里面 对 那山东的竟然被卖掉 对受光的 那么这些都是看到说 实际上灾情一来过以后 你就知道说这个基层 他们整个的运作是多么的混乱 软弱 那么同时又看到说 这个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的太太 在这个视频悬要 在微博上 微信上说 哎呀你看我老公他们发的 都吃不完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 到最后实际上还是 把这个所有的这种的社会的弊端 以及不平等 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所以你说的这个 那是负能量 如果正能量的话 人家就说了 只有我国才能够 这么大规模的动员群众 把所有的东西都封掉 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 没错 没错 这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 他们去广州 去北京 去四川 唯独不去武汉 那很多人就是说 你们应该去武汉啊 错 因为他们不是来指导工作的 他们是来参加学习的 那么他们学习什么呢 就是学习说 中国如何能够采取紧急的措施 中国怎么样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 然后呢 他们要来学习中国的这个 整个的战果 就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每天的这个传染率就是下降了 所以呢 怎么样看到说 这个行之有效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世卫组织就是去学习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的正能量 其实这可能是很多 这个让知识分子啊 在中国的阶层知识分子 感到很多很多非常心痛的问题 其实在知识分子看来 这个事情不应该拖到这种程度 在你在就是说 有一个漫画画的好啊 就是那句话写的就是 就是今日金句 叫做把小事托成大事 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能这集中力量办大事 确实国外比不上 但是在这个小事托成大事上 国外也比不上 所以这是让很多知识分子 非常心痛的这一个地方 你讲的那个太含蓄了 太傲口了 太深傲了 有一个粗浅的比喻 说有个人不小心把屎盆子给砸了 然后呢 建的到处都是 结果呢 他一边擦 一边说 你看我多伟大 我把这个所有的屎都擦干净了 对 整个系统相比于 你看我们刚刚也在讲美国的系统 那据我知道 像美国的每一次的CDC 像各种各样的防火 救灾等等 所有的都做足预案 每年而且都改 这个中国从上次的SARS 到现在这次新冠 过去17年 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预警系统 预案系统 其实并没有被改变过 也没有真实的去学习 因为上次的SARS 差不多在天气暖和的时候 就自动消失了 2003年 于是呢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美国的这个十几年 不要说这十几年 过更早的几十年 美国其实几乎这个预案预警 每年的这些法案都在改动 不断的在增添 在修改 以适应新的社会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其实纠正你一下 中国其实在SARS 建立了一个预警体制 这个预警体制一直在 只是在这次病毒爆发 根本没启动 为什么 这是另外知识分子 需要反问中国政府的 其实是正因为中国政府 从上到下极权 对 告成下边的人不敢说实话 最后一物再物 包括在上面的那个 1月7号说亲自部署的人 实际上可能人家说 你部署的有可能是不要冲淡 春节的过节期 所以人家说这个叫做亲自部署 亲自什么筹划 亲自指挥 亲自隐瞒 那么我就希望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北大门口的那种实施者 他那个去掉的事 那个根 那个胆 还能够重新再恢复起来 有可能会接回去 但是是个假的